看着台铁最新一五百电力机车 拉着一节一节车厢缓缓开进来 七堵站准备出发到屏东 月台上的贵宾旅客和铁道迷都热情欢迎 特别是基隆市的名义代表轮流 坐上火车驾驶员的位置 对于台铁持续精进软硬体服务 也给予高度的期待和肯定 人生第一次坐在台铁的驾驶桌上 而且是我们的最新型的车 非常开心 雀跃 坐位的舒适感过了 驾驶座的舒适感是什么样 等我考到驾照再跟你报告 七堵算是大战 也算是我们的转运站 那其实这个台铁来讲 七堵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普通战组 因为这边是五公 算是那个南下笔道的十八战 对对对 那我们的这个东南亚最大的那个 吊车场是在七堵 所以这个算是在台铁的 目前的比较大战算是最最重要的 怎么样感觉如何 验捷安全舒适 战 非常棒 更安全马力更大 然后会提高 不会有不顶 台铁也特地在七堵站铁道上展示多辆E500电力机车 包括观光列车相当壮观 这是台铁公司耗资90.1亿元 向日本东芝公司采购68辆E500电力机车 首班车9月30号在台铁七堵站热闹启航 台铁方面表示最新的电力机车马力更大更安全也将更准时 EMU500型马力变大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无线传输 像东芝我有去日本 在东芝的本部就可以看到我们EMU500型的车在跑 这就是无线传输 那未来透过这无线传输 我们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控制中心 维修厂也能够掌握我们的车辆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车辆可能可以确保它更安全 投散率更高 能够提供给社会大众更安全可靠便捷的服务 带给以后台铁在相关的营运上 它更加的一个多元弹性 那当然它所提供的营运就会更好 七堵火车站里面一大早开始就涌入许多铁道迷排队 购买E500电力机车起航仪式的相关纪念品 引人注目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